其实说实在的话 我们心脏外科 最近配来是体外循环师 大家想想看 大概在三四十年前 民国六十几年 七十几年来的时候 心脏外科是没有人要 碰触的一个科 因为开一个死一个 因为非常辛苦一条路 那这时候国际上 才刚开始发明了 这个体外循环 台湾也是刚引进 那那时候全台湾市面没有 只是他们的祖师爷 你就可以想想看 那时候我们像台北荣总 台大要派人到国外去学 那时候去美国 在夏威夷还要停一下子 才能到美国去的 那这些人呢 就从各科去求他们 来进入到这个领域 你就知道了 他们进到这个领域的时候 在飞出去国外的时候 每个人带一个 以前那个字典 英文字典 因为太多英文看不懂 那时候也没电脑 没什么东西 所以每个人到了国外去 受训的过程中 一直翻字典 这什么意思 这干什么 因为你要了解 怎么样把这科心脏 好好地停下来 这是很可怕的一件事情 当他们回来的时候 要马上上证 我们要把心脏给停下来 在停下来的过程中 如果心脏没有保护得很好 我开完手术 我心脏跳不回来 我第一个转头 就是骂这些人 这么高的 发生什么事情 所以在心脏麻痹剂的 演进的过程中 他们也扮演很大的角色 所以在处理心脏的时候 他们已经贡献了非常多 那那个时候 没有人愿意来 也是说 因为心脏手术没有很多 所以我医院不可能 养这么多工作人员 所以他们等于是365天 一直要值班 我们有刀 他们就得来 那他可以晚一点点 但是他得来 就是这样子 所以他们等于一直拜 被压缩在那个地方 压缩到最后 大家从BB Call的时代 到手机的时代 永远就不能离开手 因为随时就会叫 就这么辛苦 紧接着我们又发明了 叶克膜 又很多左心式辅助器 所有的心脏辅助 那时候给谁做 就叫他们去学 所以他们我觉得 最帅气的就是他们手上有两把这个 有两把这个钳子 因为管子一不顺的时候 一下子要赶快把它夹住 夹住 赶快夹住 让那个空气不要跑进去 空气跑进去的话 立刻这病人就挂掉了 那整个这个系统就荡掉了 那在处理叶克膜的时候 也是一不对 夹住 然后一个没有想到的话 那就完蛋了 那整个就完蛋了 坦白讲 我们在 在我进入到心脏外科领域的时候 我的恩师还是体外循环师 因为他会给我们很多很多的建议 因为他看过每一个老师 所经历过的痛苦的经验 我印象中很深刻 我有一次做一个二间半的手术 二间半是要把心脏打开 打开换好半膜之后 把心脏关好了 那这时候 因为心脏打开 有很多空气在里面 所以你就要把那个空气要排空 我们已经做了很多方法排空这个空气 就应该超音波下 你就看到那个心脏里面就是 一大堆气泡在那边跑来跑去 我怎么摇怎么晃 那气泡跑不掉 气泡跑到脑里面 就叫做叫气泡栓塞 那是很可怕的一件事情 你就 一定要把气泡排得相对干净之后 你才能走掉 有些时候他就会暗示 袁医师 我以前看主任好像是怎么做 你要不要试试看这个方法这样子 所以有些时候 他们会救我们的一命 那有些时候真的是 在紧急的状况下 他一下跳出来 一下点醒我们的时候 反而是合作得非常好的一件事情 那只是说他们的工作 真的是太辛苦了 所以尤其你要想想看 我那时候最同情的就是他们的 大概第一届第二届 那是因为在公家机关里面 没有这个职称 所以他们在做了40多年要退休的时候 突然间就觉得说 我不是技术员 我也不是总技师 我什么都不是的 就黯然地退休 连那个退休兴奋都是最低阶的 就当年他是从护理界掉进来的 或是他当年从放射科掉进来 那个最基层的那个资安位 但事实上他对我们台湾的心脏外科界 是最大的贡献 这是这群人 其实我们的工作几乎都是在医院里面 那我有一次很特别的是 接活到澎湖有一个产妇产后大出血 然后装置了叶克膜 那因为澎湖没有专业的体询人员 这样子 所以的话家属要求就是 转来台湾比较完善的医疗的照护 这样子 所以我就接获通知 然后就早上七点的时候 我就搭民航机先回去澎湖这样子 对 那其实要知道 搬运夜科膜病人是一个非常浩大的工程 所以你要跟在旁边 我必须要跟在旁边的 一般在医院里面大概要二到三位护理师 再加上一个医师 再加上一个体询师 但是那天我回去澎湖的时候 只有我自己一个人 所以我自己一个人必须要看着他的管路 然后那天搭着黑鹰直升机 从澎湖 从澎湖 对 后送到高雄去 那我有很怕坐飞机的人 而且又是直升机 其实是很颠簸 很颠簸 但是我没办法 我必须要顾着病人的生命真相 然后看着夜科膜的流速 对 那送到我们医院之后 又带他进去开刀房开刀 所以大概也是到晚上七八点 然后才回家 那接下来看医检师 那像我们的话就是 医院的后端就是有检验 那我们检验部的话 其实大概有分六七组 那像我自己本身是在写医境检组 像我们这边检验的话 就是检体有机器会去判读 那我们需要做的就是辅助机器 因为机器毕竟就是 它是用一些规则去验证 其实还是 就是没办法做得很完善 那我们最主要的话 就是需要用我们的人工进检 或是我们的专业知识去判读说 那这份报告是能不能发的 去辅助医生 就是做病人的诊治这样子 大学的时候会有实习半年 半年之后要 毕业之后要通过一个国家考试之后 才能取得执照 取得执照之后是进入医院工作 我们执照的通过率的话 大概就是15到20%这样子 就是其实不高 那我们取得执照之后 就可以自己去找工作 那像我的话 我就是进入医学中心工作 那因为进入医学中心的话 其实整个医疗体制是很完善的 我们一样需要 像医师他们需要做PGY的训练 就是有一个全能医检师 那他就是虽然说我们有分组 我们就是所有的组别 都要去run过一次 要了解其他组需要在做什么 那像我们比较多人知道的 就是分身组就是这次疫情很严重的PCR 就是我们分身组的医检师在进行操作的 对 那像我本身的话在 就是我刚刚有提到的抽血 然后我印象很深刻的是 我们抽血的话 有时候其实是会有那种很小的小朋友 我们从出生一两天到可能国小一二年级的小朋友 其实都会来采血 那我们印象很深刻是有一次 有一个妈妈 她带着一个大概四五岁的妹妹进来要抽血 因为小朋友其实看到诊间有时候会有一些 他就会开始哭闹 就很紧张 然后我们通常就是请家长 让小朋友坐在大腿上 然后我们会有 就是一位帮忙固定他的手臂 因为他抽血的时候不能让他乱动 一位帮忙固定手臂 然后另外一位就是进行抽血 像我们的话小朋友其实是用这种蝴蝶针 蝴蝶针 针比较细 对 就是大家俗称的头皮针 但他其实证明的话其实叫蝴蝶针 就是他有一个蝴蝶的叠意这样子 对 然后那天的状况就是我们固定小朋友的手臂 要进行抽血 然后我们进到小朋友的血管之后 因为小朋友很就是很挣扎 他就是我不要 对 我不要 我不要 然后就是妈妈可能也心疼小朋友 所以也没有花太大的力气 或者是他就是真的妈妈比较瘦弱 所以他其实是没有固定住的 那他其实小朋友在扭动的时候 这个针如果我们本来是在血管里面的话 就可以进行正常的采血 可是如果当小朋友扭动 他的针穿破血管了 其实就是大家就是知道了蝎中 然后他那里会开始呕呲一整块 那通常我们医检师看到这种状况 我们就把针拔出来 然后告知妈妈说 就是小朋友因为扭动比较用力 我们可能需要再来一次 然后妈妈当下就非常生气 因为他看到就是软管这边可能已经回血 他就觉得说 就是明明已经抽到血了 为什么我们还要把针拔出来 要抽第二次 他就说你们是不是因为现在十二点要去吃饭了 所以你们故意把针拔出来 要抽第二次 很不谅解 我们跟他解释之后 他还是觉得说 我不认为 我们常常就插三针都还没插好 其实有稍微理解的人都会知道 我们不会有人希望 故意抽第二针 你们去大医院排队 你说到台大或荣总去抽血 一千两百八十四号 超多的 几千个 我每个人都好快速度 对 而且抽下去不会痛 不会痛 为什么每个抽血的 像他们这么优秀就好了 还有检查粪便的 对 就是 大家可以看一下 我们就是有提供一张照片 看粪便吗 就是不是 就是对我们平常工作的样子 就是我们除了执行抽血业务之外 就是还会显微镜 对 就是我刚才说的人工镜检的部分 对 那我们就是各式各样的检体 其实你们想得到的 我们都可以用显微讯去放大检查 它里面我们有一些异常的细胞之类的 对 那我刚才 大便也是这样看的吗 大便有分很多种 太继生虫是不是也要这样 没错 就是太继生虫 对 可是他们很重要 他们分析出来是让医师去治病的根据 对 然后我们有一种是 比较多人会做的检验是 它是国舰局补助的大肠来塞检 然后就是 它就是因为很多 就是长辈们 他们其实两年可以免费做一次 然后我们就是会需要卫教他们 拿罐子给他们的时候 会需要卫教教他们 两年检查一次 对 就是教他们怎么裁减这个粪便 然后就是他的使用方法 有一次就跟一个阿伯说 他是你就上厕所的时候铺一张纸 上在纸上面 不要让你的粪便就是碰到 马桶水跟尿 因为它会污染 然后就跟他说 就是你上厕所出来之后 在粪便上面画个五六下 然后再把它交回来就好了 因为他就是长得有点像牙签 这种细细长长 就跟他说画个五六下 然后再把它这样交回来 然后结果我们隔天 阿伯就有点害羞地拿过来 拿检体说 我粪便检体要交哪里 然后我们就说阿伯你就放窗户 然后他就拿出一个大袋子 就拿出来 然后他就拿了一个珍珠板 然后在上面就一坨 就是有点像黏土 就我想说我们他是在教劳作吗 他是整块拿过来 对 然后重点是 然后说昨天的一检师 柜台小姐跟我们说 在粪便上面画五六下交回来 对 然后就是 这种完整的 你想每个人都带一坨回来 那不是说 对啊 对 但阿伯后来发现之后 就是也是很尴尬 对 然后就默默地去厕所 就是我们又给他一个新的管子 让他重新拆检回来这样 算认真啦 那有没有曾经看过 这个到底什么东西 看不出来 我其实还蛮多特别的东西 因为 那怎么办 要配合谁 要跟谁来联合 就是会打电话联络医生说 就是病人有没有本身有一些主述 就是去辅助诊断 就是如果你可能误写了一颗血球 或怎么样 其实就可能会去影响到医生的判断 对 那其实后段 后线诊疗那些都用错方法的话 其实是蛮严重的 前端的人交给他们的检体交不好 也会影响他们的工作 像你刚才说 有没有看到奇怪的检体 之前我就看到有人分享说 他们在那粪便检体上 他们就在说 这一只到底是什么虫 因为他们一般念 都会知道什么虫长什么样 对 外一看不认识的 对 有一次就是很奇妙的虫 后来就发现那只虫 居然是果蝇的幼虫 看正常人的粪便里面 你如果刚踏出来 怎么会有果蝇的幼虫呢 对 他们在想说 到底会有多久啊 别忘了订阅我们YouTube频道 并按下铃铛收看我们的影片 想要看更多精彩内容吗 可以点选旁边的影片喔